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主持人工业文 今天要带大家来一带在地露行 露行的所在是花莲的富丽 我们节目开始要先带您来看 是全台湾的第一个有机村 花莲富丽的罗山村 罗山村山面环山 环境可以说是相当的优美 而这地方又有断层经过 也有泥火山的地形 而这灰色的泥土夹杂着太平洋的海水 从地底喷发出来 而这些泥水呢 经过了沉淀 过滤 居然还可以取出卤水 来做泥火山的豆腐 据说吃起来相当特别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罗山有机村 那我们的位置呢 是在花莲的最南端 花莲县的富丽乡 大家如果到瑞穗去泛舟 有没有 都说秀古鸾溪泛舟 可是真正秀古鸾溪的源头在哪里呢 其实是在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是上游 秀古鸾溪的上游 罗仔溪其实就是跟罗山村的地名有相关联 因为罗山村早期的名字不是叫罗山 它叫做罗仔坑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罗山瀑布 我们的这个山呢 其实是海岸山脉算是第二高的山 瀑布啊 它其实有两层 那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一层 它的落差大概有80到120左右 那我们罗山游基村呢 最主要就是用罗山瀑布的水 来做一个灌溉的水源 那我们这边当初为什么 会把这边设为台湾第一个游基的示范村 那最主要呢 因为我们三面环山 所以可以跟其他村庄有一些隔绝 那另外呢 我们有独立的水源 独立的水源就是我们罗山瀑布 那这个瀑布呢 它从上面这样下来啊 它其实是经过很多麦饭石的严惩 层层的过滤 所以它下来的水啊 是特别的干净 麦饭石它其实就是 我们海岸山脉这边就是海底火山 它喷发结果被海水冷却了之后 慢慢的就是被两个板块推挤 形成一座山 这些石头啊 它就会跟随着冲刷下来 它上面就是会有点白点白点 就像煮熟的那种米饭的感觉 这边是一个很好的地质教室 但是我们不希望说 大家来这边把石头剪掉 因为其实讲真的啦 你剪一块回去 对你的作用不大 像比如说水塔 麦饭石至少要放三分之二 才有办法达到那个玻璃的效果 就让自然 存在自然界就好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罗山大鱼池 你们有看到瀑布吗 其实这边是拍瀑布最漂亮的地方 游染车转下来 很多下来就是站着这样拍 大鱼池里面的水呢 它其实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它自己本身 涌泉冒出来的水 有吗 还在冒 是鱼吗 还是涌泉 如果你持续一直看到的 那就是涌泉 鱼呢 它的那个泡泡不会那么大 而且这个泡泡其实都是间歇性的 一阵一阵 每一个那个喷口啊 出来的那个水量跟间歇的时间 是不太一样 早期他们来开坑的时候 因为这个算是一个沼泽的地形 有泥 有水 那挖了之后 你会发现说其实这是有涌泉的 本来想说用涌泉来 鱼池然后去灌干 后来发现是不够 所以又增加了那个浮菌 去把楼山瀑布的水引进来 然后做一个灌干 这个其实有点算是 就是以水土保持的概念来讲 平常的时候 它是除水功能 但是真的下雨的时候 它其实又是一个 就是叫做制洪池的概念 下大雨的时候 不要马上到那个河流 它可以先累积一部分 然后慢慢地再溢流 慢慢地溜出去 那边过去有泥火山 我们要不要直接去泥火山跟唱绝 我们这边呢 位于那个断层带上面 就是说我们有一条花东断层 北从瑞穗 然后一路延伸 经过池上观山 到台东那个碑南 立吉那边 那我们这个 泥火山它刚好 位于这个断层带上面 它有蕴藏的那个天然气 再加上说太平洋的海水 经过海岸山脉 沿沉的裂缝 渗透跟那个天然气 结合之后 一起往上推出来 所以它是自然塌陷 没有就是说它一路通到底 它其实很深 我们那时候刚来的时候 这边是有一个坑洞 然后后来经过 可能是有地震什么的 你看它这个不是有崩塌的现象 这个后来就慢慢地缩小 它那边本来 这一个再喷 就变了好几个洞 它其实都会有变化 你呢可以给它试试看啊 看有没有味道 它温温的诶 一直咸咸的 它真的是有温度 但是它的温度就是 大概都是这样 不会上下气質太大 那这个水呢 就是海水的感觉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刚刚有看到 它在周边啊 会有一些螺类 那这些螺呢 其实早期的时候 其实这螺呢 应该是在出海口的地方 就是半淡咸水的地方生长 还有一些植物 包括说我们等一下要看唱绝嘛 我们还有彭嘉宇漂浮草 还有那个东青菊 它其实都是滨海植物 可是很神奇的 这些滨海植物 都留在这个 粽谷里面 的这个地方 那也都是因为 灵火山的关系 就是因为灵火山 有这样子的 缘分供给它们 所以它们就存活下来 那这个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地理地质的一个景象 然后我们做豆腐 就是用这个水 捞回去之后 让它沉淀之后去 干净的来当卤水 这个就是唱绝 又有人称它叫卤绝 卤水的那个卤 它这个植物呢 它其实也是冰海植物 这种绝类 跟一般绝类不一样 它喜欢晒太阳 其实早期的时候 在淡水红树林 有被发现过 目前台湾剩三个地方有 一个就是罗山 往南就是台东关山的 灵火山那边 另外一个是在屏东 加入的水 它是海边 然后它的族群数量 也是很少 它是用包子再繁殖 这是今年新长出来的叶子 这是嫩的 那像它去年的叶子呢 就干掉了嘛 就是有长过包子的叶子 繁殖已经过了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时间过了 它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像这个也是差不多了 你看 它会从上面开始往下 然后慢慢的干掉 东南亚也有这个植物 他们那边有做一些料理 然后还有一些国家 他们其实有做研究 就是它可以做药用的植物 罗山还有其他地方还有 因为这个在台湾来讲算很稀少 所以我们就有点 算是在保护它 主要是开放这一个区块 让游客可以来看 稀少许 欢迎大家来做 米火山豆腐 炒六个小时 炒六个小时 对 冬天要六个小时 夏天的话最多四个小时 这些黄豆是我们自己种的 有机黄豆可以精英改造的 它是叫花莲一号的品种 这两个黄豆呢 其实你们有看到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它其实啊 这上面的皮还在上面 我們沒有刻意的把皮剝掉 那如果可以很輕鬆的把皮就剝掉了 那也就是說這個黃豆已經泡太久的時間 它已經準備要發酵了 那其實它這兩個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一個是沒有黑點 一個是有黑點 有些客人來 然後他就會說 他去買黃豆 那商店就會跟他說 我的有黑點 所以我的是有機黃豆 所以我的賣得特別貴 對 那其實這兩種都是我們自己種的 有機黃豆被經營改造的 對 那它會有黑黑的一點 這是品種的問題 不是因為它是不是有機 是什麼品種 這是台灣原生種 是有黑黑的一點那樣子 可是因為它的量很少 那這叫花蓮1號 它就是比較大殼 所以我們就摻著用 等一下我們要磨黃豆 這是三泉水 羅山部部的三泉水 那這個水是沒有比例的 水可以放很多也可以放很少 水加的越多 豆漿當然就會越淡越不好喝 但是它完全不會影響豆腐 等一下就會跟你說 為什麼不會影響 做豆腐的話是從日據時代 阿嬤那個時候就開始 那其實會做這個豆腐 也不是阿嬤發明的 以前他們每天都一定會經過 泥火山這個地方 那後來呢 就出現了一個人 阿嬤說他真的不認識他 那看起來也不是像本地的人 他就跟阿嬤說這個水呢可以做豆腐 阿嬤才去試了一下 它的水跟黃豆的比例 去教整個羅山村的人做這個豆腐 所以日據時代的時候 是大家都會做 那光復之後 其實菜市場就有賣石膏豆腐 就很便宜 而且很方便 對 那其實就沒有人在做這個豆腐 那是在91年社區總體營造的時候 就把這個老東西再找出來 先倒進去 然後再來跟你們講解 然後像這個步驟啊 就是比較麻煩 比較費工 那也比較費時 我們現在一定要把豆漿煮沸騰才可以 然後像如果你們自己在家裡面煮豆漿的話 會有泡泡嗎 會啊 會 會有泡泡 會丟掉嗎 就像那個煮什麼排骨湯 大骨湯 就趕快要撈那個泡泡 其實不用 像這個泡泡叫軟鈴子 它是很好的東西 千萬不要丟掉 好 我給你們來玩 沒有方向 沒有順序 只要有動它就可以 很香喔 嗯 好像會要滾了唷 還沒… 沒有一顆 沒有一顆 沒有一顆要快幾顆的 對 它會超快的 它會超快的 用照這樣煮 火候比較難控制耶 對 可是這樣做出來的就會比較香 你怎麼知道它快滾 它會略為膨脹 好 我們來過濾 它已經在沸騰了 等一下就會滿出來喔 因為我不能光滑 不能光滑 嗯 然後我要把它搖到正面 然後要換你們兩個 兩個一組 這就是豆漿 然後等一下要麻煩你們一個人轉這個布 然後另外一個人拿木板 用力的往下壓 把豆漿全部都擠壓出來 我們要的是豆漿 所以要盡量擠乾 嗯 好 看你們 來吧 我擠你壓啦 要壓那個頭是不是 對 喔 保證抱歉 比較沒有經驗 換你 等一下就沒了吧 等一下 對 差不多了 有 又很多跑出來了 又很多跑出來了 哇 有乾咧喔 然後像這裡面的就是豆渣 可以煎豆渣餅 可以做豆渣餅乾 豆渣麵包 然後像我手上這個水呢 這就是我們的關鍵 今天擬火山豆腐的關鍵 可以沾一點點 然後試試看 沾 然後放嘴巴 一點點的 有嗎 有吃到嗎 有 有吃到嗎 像這個擬火山啊 在羅山村有100多個噴口 那它現在目前只有開放 兩個地方給遊客去參觀 那我們第一天拿回來的水 它是這樣 對 第一天的水它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沉澱過濾 大概三天的時間 才會拿來使用 我剛剛已經把擬火山的水 放到鍋子裡面 那像這個水呢 它其實做豆腐就比較麻煩 像一般的石膏的話 只要石膏水加到豆漿裡面 攪拌一下 放模型 就OK了 然後就變成豆腐了 對 但是這個擬火山的水跟豆漿 一定還要再加熱 它才會起變化 那我們現在把它倒進去 豆漿要跟你們說話 可以靠近一點 有看到 鍋子旁邊 開始在那個凝結 所以這也就是剛剛 我一直跟你們強調說 水沒有比例的原因在這裡 對 因為它水是完全的被排出來 它完全不會影響豆腐凝固的狀況 煮大概10分鐘左右 裡面有那些泡泡也會是正常的 對 正常的 像一般的豆腐店 他們因為加了消泡劑的關係 所以都看不到泡泡 剛剛我們煮豆漿 我不是跟你說 我要趕快把它搖出來 不然它會膨脹就會溢出來 那它如果加了消泡劑的話 它可以像開水一樣滾 就不會膨脹 不會溢出來 所以盡量在家裡面自己煮豆漿 就不會喝到消泡劑 對 好聰明喔 等一下要吃豆腐 然後它凝固的東西就可以了 然後像這個樣子呢 我們會稱為它叫老豆花 大陸那邊就說這個樣子叫豆腐腦 他們就直接吃鹹吃辣的 喔 剛剛那麼多黃豆就只有做這樣板豆腐 對 像我們這樣子啊 一板一定要用三斤的黃豆 可是如果是添加石膏水的話 這樣子一板只需要十兩的黃豆 好像差不多喔 對 十兩 石膏可以完全鎖住水分 你給它多少水 它全部都會凝固起來 所以它的黃豆量 只需要一點點就可以了 把它蓋起來 好 現在要麻煩你們 手打開 然後用力的往下壓 把水全部擠壓出來就可以了 可以了 不擺一下 可以 真的喔 運動一下嗎 像最後這個步驟其實是最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把它壓扎實的話 等一下打開來它就是鬆散的 就直接散開來 打開喔 那我們要翻面 好 打開來 哇 好美喔 就好了 我們就來吃吧 可以生吃 我們煮過兩次 豆漿的時候先煮熟 那再來煮豆腐 那你們先吃一口原味 就什麼都不要沾 所有的感言吧 那有一點點淡淡的鹹味 一點一點 因為擬火山水的關係 擬火山水是鹹的 吃火鍋了 根本就麻辣鍋來喔 好啊 外面買豆腐 豆漿的溫度其實在85度 就可以加入石膏水進去 所以盡量 汆燙鍋再涼拌 不然其實對於腸胃比較敏感的人 可能就很容易拉肚子 要泡水嗎 不用 因為水裡面其實細菌還滿多的 一般我們會比較建議就是 買回來豆腐之後先穿燙過 先把它燙熟了 涼了之後你才用個保鮮膜 或塑膠袋 把它包起來之後 放在冰箱裡面 那像我們家的豆腐呢 冰在冷藏就可以放七天了 這個吃幾塊就飽了耶 絕對很紮實 非常的有嚼勁 原始的味道 而且你還吃得到黃豆的味道 終於原味 讚 米火山豆腐 好吃 法國野生動物讓你一次看個夠 每週六晚上八點 生態全記錄 野性法國 就在公共電視 2016青少年行動為電影創作營來囉 兩天的為電影創作 從編劇 拍攝 剪接到完成作品 讓你發揮創意 揮灑想法 現在就提出你的拍片構想 想像 遇見幾年後的自己 會變成怎麼樣 期待遇見未來的自己 是什麼樣貌 台中場5月25日截止報名 完全免費 趕快上活動網站報名喔 歡迎繼續回到節目的現場 花蓮富里的羅山村 就位在台九線上 旁邊就是相當知名的觀光景點 六十淡山 而羅山呢 它其實是一個典型的農村 以種植稻米為主 而農田 梯田的景色 也相當的優美 又因為這村中有許多早年 是客家移民 因此在羅山還保留了許多 傳統的客家飲食習慣 這些年 他們也推出了農家的體驗行程 邀請遊客來體驗農村 跟客家生活 整個羅山村住在這邊的人口數 大概是200多位 不多 然後70%是客家人 大家都知道其實羅山村是三面環山 一個獨立水源跟唯一的出口 所以其實很多的公家單位 政府其實也都很幫忙 那時候就想做農村的示範 希望有些地方是生活區 有些地方是生產區 在民國92年的時候 有整個重劃過 你會發現我們的道路 其實稍微比較工整一點點 然後我們的污水處理地下化 我們的電纜地下化 那我們95%都是從事農業 我們很感謝政府其實有輔導 我們變成有機示範村 從農業的部分 其實我們開始有了 所謂的體驗農家 來 夾菜包 來 來 來 菜包 菜包呢 那麼好 有點心好吃的 這是一般國家人比較有 頭一碗就不要這麼大碗 好處再繼續吃 你看 這個是什麼 芥菜湯啦 芥菜啦 叫鄧妮菜 桂妮住耶 桂妮 桂妮一定要吃鄧妮菜 不要再吃了 來 快來 好 來來來 你先吃這個 我來煮雞肉好了 自己吃的雞肉很好吃 來 吃看看 來 吃看看 真的很好吃 有福氣 吃雞肉 好吃 民宿可以說 我們這裡剛才九十八年才做的 要先預約啦 你如果說要跟我們做一個 跟我們這裡的生活這樣 我們也是很高興 羅山村大概有幾個聚落 所以主要的 住比較多人的地方 就是村莊一進來比較平的地方 那個地方叫莊子底 另外一個是我們在寧火山的區域 那個地方叫鹽平 那我們北邊的這座山 就是我們現在在這邊 比較多梯田的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叫青坑 這邊落差比較大 所以這邊的梯田其實是 比較漂亮 比較美的 我有時候出事 因為我們阿公的秀儀 從官英班過來 來到這裡已經84年了 我這裡出事已經七十幾歲了 以前小時候看府 都看了那邊山 現在正在找那邊 剛才小孩聽不懂 就要趕官府去吃草了 農業時代 農業時代也很幸福 剛才開始國小畢業 我就走了 我差不多九十幾年才去做有機 有機開始做很辛苦 收成了壞 差不多是我五六星而已 剪了很多 幾年啦 它的活動改變之後 就是慢慢的好 每天都要吃蠶花 要去看蠶水的高低 這太管才會發燥 用的東西 水蒸就炒不起來了 做兩期啦 早期到晚期 這兩年而已嘛 第二期收起來 要拿油曬花 油曬花立肥 要給它休息 蠶也是要休息 土中也要休息 它才會補的比較好 很精釋喔 我們這裡的水都在西方 我們這裡的水都 都說什麼 說倒過來 摺到那裡就這樣 差不多是兩公里啦 人家的跟灌溉的都一樣 我們這裡還有養魚 那是有的吸水池 這湯年都沒有養的水啦 就是灌溉的水都會甜過蠶子 對… 這就是一個觀察點 水如果污染 這魚就吃不完 魚多好吃 肉多Q 因為這個紅泥爐啊 水好啦 所以說這個魚不會糟糕啦 我們全國也是 我們羅山頭一個有機村啦 整村要做有機 真的不容易 原來要靠不幾個年了 一年是要肯定要三次兩次 一定要 要掛真正一定要最好 他說你現在人要掛塗子 你要清燙 要燙一定要 要清得好 不可以跟五龍油的 切得很好 所以這就是觀念啦 這就是觀念啦 每次也是要說那些話啦 但是你就是要做到那裡啦 良心事業耶 所以做有機是這樣子喔 這以前的梯田 這樣也是梯田啦 因為殘阪很大 殘孤很小啦 那個梯田的 你用在頭的有沒有 嗚嗚的 嗚嗚的 這差不多跟那個梯田 比這裡做個殘法這樣 那梯田它比較多 我這個比較高 殘養這個 早前才有幾十区了 所以現在是三区殘而已 現在有那個雞田來後 就大家整理到差不多都可以了 雞田都可以進去 做時間也辛苦 辛苦喔 當然辛苦 那有的很冷的時候 你也要落殘啦 但是時間比較短啦 對啦 我們就說 人家回來了 我們家退休之後 他也是要回來接我這個工業 因為第一點 我們越老 空氣越好 這個環境那麼好 你整形要買沒什麼看 沒那麼多好的地方買 整形我們 他如果有關係 我們家也是有這裡出事 我們家的環境 我們本身就是很好的地方 歡迎大家周圍 周圍周圍來這裡踢圖 其實羅山有很多的竹子 所以衍生出來 有很多竹邊的一些工藝品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拜訪我們的生活藝術家 我們潘中森阿伯 對 那他會跟我們講說 這個斗粒要怎麼做 怎麼編 10塊塊就做了 金石富二了嗎 沒有啦 自己研究 自己學 自己做 那是這個嗎 嗯 不用老師教的嗎 不用啦 他只要四季太白 這都還不只要你做 你都還要去外面做工藝 羅山人 也是跟他睡覺 你要砍多大肥就砍多大肥 要砍多大肥就砍多大肥 可以砍多大肥 對 要什麼中間比較適合 這個做這個 這個腳到這個 這個都斷了 比較軟 比較軟 普通的這個 你這樣留著壓著 就斷了 這個就不然自己砍了 以前人家有可能的 沒有這個茶 我們在睡的面上 沒去睡的 所以要瘋了一塊出來 整整了 這樣就用整個整起來 這個口子以前我們都做所有的 連背這裡有這個寶土瓶 我拿這個寶土瓶的這個刮 用開了 給固定就調理 這瓶做好做壞 也是差點對 還是要養好 你要養好 這個味道 好像南大肥 狂來狂去 不然 這都要養好 有三幾年 你在做過雷仔而已 以前幾整 十虎頭九虎做過雷仔 就都看這隻飯 看他做他也做 每天就有人出過雷仔 在這裡都看 幾百頂幾百頂出 做這個腳愛就煩 做腳愛 這塵的就煩 你塵的 好 以前的人 那個小孩 突然回來 他要更好 他就一直更好 沒有做百項 你如果要用這個 要去撐 撐一撐 回來才會用流行分 這用好 這要用加刀 加 還要拗 要拗這個頭來塵 以前一頂賣幾塊 放兩塊 兩塊一二而已 現在呢 現在有老伯來找你買嗎 有了也是有必要買的 他那個食材人就說 沒有 你這兒有用 他蓋你很乾淨 我拗 現在這拗不百五塊 這中的 這很高利 我看也是會沒煩 沒人 我那些小孩 他也沒愛 做這個 賺沒錢 他說外面賺得快 我現在老了 有家就沒想到沒想到而已 那裡就做一頂兩頂 那邊拖就擠到 我們還蠻鼓勵村民 大家都可以做休閒產業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真的老人的人口數比較多 老人家有時候是希望 有不一樣的人 能夠去聽聽他以前的故事 那對我來講 另外一個私心就是 哇太棒了 有年輕人可以跟老人家互動 對對對 我覺得老人家才會覺得 他以前過的生活是有價值的 或是他現在過的生活是很有價值的 我本來就是花蓮人 念完高中以後 其實都是一直在外地 念書 工作 然後一直在背部 我們為什麼會來到鄉下 是我們有上了一個 農委會的飄鳥營的一個活動 其實那時候我們就認識 到土地這件事情 那我們很喜歡那個過程 然後那時候那段時間 我們就是來到羅山村玩 天啊 一進來後驚為天人 心為沒有人 對 就是沒有人 然後我所謂沒有人是指 其實很難得在台九線旁邊 有一個村莊 可以很近的看到山 然後每一天的山藍都不一樣 然後大家的這邊的居民看到的人 是很熱情的 之後我們才發現說 原來這樣子的生活可能是我們很心生嚮往的 然後我們就毅然決然地決定移過來這個地方 過生活 沒有任何的猶豫 沒有 我那種女兒還小 她才幼稚園 然後我們 其實我在想說 我們搬過來的很大的原因也是因為她 因為我們想要在她長大這段時間 能夠好好的陪她一起生活 對 我們覺得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其實我們被這邊的老人家照顧的非常多 其實老人家並不是大家想像中的好像 當然有些是需要被照顧的 可是其實在鄉下羅山村這個地方 反正很多老人家是深強體健 對 所以反而是他們在照顧我們 很多的社區可能會是做老人的送餐或公餐 那我想說 OK 那我們可不可以換一種方式的聚餐 然後每個人用自己的能夠取得的食材 比如說我可能今天沒有菜 我煮個飯 其實也可以來一家一道菜 所以就會變成我們是沒有任何的公部門的資源 或者是說我們大家是自發性的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發現非常有趣 到最後的那個場合 像是很多媽媽的暗自的小小的良性的較勁 譬如說某一道菜 那道菜沒有人在逗它的時候 那個媽媽就會一直在不斷的推銷 為什麼沒有人吃這道菜 這道菜是怎麼做的 然後你就覺得那個場合其實很有趣 我覺得這有兩個意義 一個意義是老人家其實從家裡面走出來 然後第二個原因是 因為是一家一道菜 所以是每一個人是貢獻自己能夠有的資源 然後來分享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共享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這個比單獨的我們去 好像去慰問他或是公餐給他吃 我覺得那個意義會來得更多 很多老人家其實不會覺得自己在有機村 有特別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他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以前的生活 等一下炒的時候 這個主板要放這樣 開一開嗎 對 像燒爬一樣 像燒爬一樣 上去 客家人 那早期客家人其實都會做擂茶 為什麼會做擂茶 就是以前在農芒的時候 一天其實他們講說要吃午餐 一二三四五的午 在這中間的過程當中 沒辦法回家去真正的煮 所謂的正餐 所以呢 預先把米炒熟之後 那就放在那個擂茶裡面 一方面可以解渴 一方面呢 又可以沖飽肚子 這個以前客家人叫做浮芒 平常吃的點心就是這個泡椅茶 用米香泡椅茶 不是 那浮米 哦 浮米泡椅茶 對 吃點心啊 家常這就叫米湯 家常才叫米湯 客家人叫米湯 做這個米湯 到底是過年的時候有沒有 他才有做這個甜點 以前沒有甜點 先練習一下 從那邊先練習一下 先練習啊 對 給他頭會炒啊 你要給他醬子 對 醬子 好 好 對 對 對 好 畫圈圈 對 你這隻手拿這樣啊 這樣子啊 這樣啊 這樣 對 這樣 好 這樣比較有力 對 你要畫圈圈就可以了 整個這個 好 好 好 幫他弄 好 快 快點 快點 肚子要快 沒有它會焦掉 所有時候這樣子做 焦掉有沒有 集中一下 這樣子就比較久了 這樣子就好了 這個鍋子是 鐵鍋它是用甘草 它沒有放水 它必須經過這個 鹽巴或是沙子給它散熱 我本來是用沙子啊 客人 客人會知道說 帶一點沙子 客人會講啊 所以我改用鹽巴 這本來是白色的 它經過加熱以後 它會碳化 會變黑了 重複用嗎 可以重複用 它是當戒指而已 這是最早其客家人的文化 以前小時候搶吃啊 長大以後會懷念有沒有 路上老一輩子幫我教怎麼做 你以前學過這個嗎 我北立村 以前我們這邊有人會做 做湯都沒有傳下來 小孩子都不會 你是自己種的棉嗎 自己種的棉 為什麼我不把它弄成白米的草 草米比較有陽啊 白米也可以草嗎 可以 不過這個米必須經過太陽去處理 它就曬過了 用風裡嗎 不是… 一曬過 鼻液經過很多程序去處理 才會爆成這樣 差不多了 這撈開門都會灰掉 有一些焦掉的 撈開門 好了 完整了 現在要放糖漿 這裡沒有加陳皮 有點焦成皮 做這個米蝦油餅 跟甜好讚嗎 沒有啊 做濃喔 米牙都沒有什麼那麼重 那補一點 那補一點而已 不過你做很大 瘦很多 以前是想要做來自己吃的 會懷念啊 小時候的那個淋嘴 提葉農家以後就給客人玩這樣 那茶餐 好香 這是鹹的 它裡面加 加茶葉跟花生 也要吃五加 沒有吃五加 可以加薄荷薑菜 放一點鹽巴這樣 我們還蠻鼓勵 我們還蠻鼓勵村民大家都可以做休閒產業的原因是因為 藉由體驗農家跟我們的遊客去介紹羅山村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比遊客單獨來到這個地方能夠感受到的東西會更多 就我會蠻希望遊客其實來的時候能夠稍微拋下一些些在都市的一些想法跟享受 去感受到陽光 感受到植物的生命力 感受到人的人情 其實大家都很開心 家裡有人失能或是要做復健 除了家人幫忙照顧 你知道還可以找居家服務員協助嗎 這是要專業不是隨便的一個工作 阿瑟跟茲博是居服員母子黨 他們每天東奔西跑 讓需要照顧的人有尊嚴的活著 如果我沒有陪他來練習走路 很容易就握床在床上 兩人也經歷了很多場人生的震撼教育 有一天都跟我講一句說 你敢不可以讓我喝一下 我還要喝什麼 因為擔任居服員 茲博改善了跟爸爸的關係 總不能說把人家的爺爺 奶奶照顧得很好 回來對爸爸又是另外一種關心 只是常靠咖啡提神的茲博 卻因為咖啡跟老婆秀山吵架 我這麼努力 可是你為什麼倒楣 敬你的分 秀山為什麼不准茲博喝咖啡 神秘嘉賓的到訪 能為這家人排憂解難嗎 今晚九點 叫我居服員 就在公視頻道 誰來晚餐 歡迎繼續回到南部開講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富里的最南邊的一個村落 也就是豐南村 豐南村有著相當美麗的梯田景色 不過這裡的居民六成都是阿美族人 在百年之前阿美族的祖先 他們身上綁著繩索 沿著山壁鑿開了水鎮 到現在還有五條水鎮 繼續供水 而這樣的生產跟生活 跟大自然融回一體的景色 現在也被當地政府 登陸為文化景觀 透過鏡頭 我們要跟著村民的腳步 一起來看看這美好的地方 大家好 歡迎大家到我們豐南村來 豐南村它的位置在花蓮縣富里鄉 台二十三線進來五公里 我們的入口意向就是美人山跟大象山 從永峰開始進來就可以看得到 那越接近美人山大象山的時候呢 就會越靠近我們豐南 我們這邊好幾個聚落 這個區域是客家的區域 我們豐南社區有四個族群 第一個大族群就是阿美族 阿美族它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數 那再來是客家、閩南、外省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客家的豐南村 這一戶人家還保有原始的房子 像這個就是豐南村 那現在有很多豐南村 大概就是變成文物館 以前沒有水泥嘛 就是用那個泥土、稻子 聽說還有扭份一起貨 貨了以後呢 弄成像磚頭這個樣子 四四方方的 然後去疊起來 冬暖夏涼 其實當初齁 各民族好像也都差不多啦 也有用豐南村的 也有用竹子邊的 外面再去裹一層泥土 我們這個豐南村呢 還有人住 你看都是老的東西 這個區塊可以做成客家的文物 遠區這樣子 其實客家人他們很勤儉 然後很多農具他們捨不得丟 都變文物 這個是以前的那個草神機啊 就這樣走 稻碎收割以後 它不是把它切斷了 它是長的 從這邊一把這樣伸進去 進去它就一直轉一轉的 出來就是草神 農村副業 做好以後它糾一捆 它可以賣 賣去綁東西啊 或是幹什麼的 以前沒有塑膠啊 就是用那個東西 現在還有在編嗎 沒有了 我們很想就是把那個文化 把它展現出來 那個草神啊 可以綁東西 也可以做藝術的展現 我們到鴨咪去 我六姐了 那現在就是鹹鴨蛋的主人 養鴨蛋鴨而已 蛋鴨 這邊是秘境喔 從外面看看不出來 別有洞天 這邊就是養鴨的地方 那時候農會有在想說什麼 一個斑藥有一個主題 所以我們用鹹鴨蛋的主題 變養鴨人家這樣 我們做了一些營造嘛 所以說我們就把豬療變成鴨療 蛋鴨很怕的 我進去餵它也跑 肉鴨你把它叫它就過來了 所以我說它很無情 沒有感情 大部分你若是有學生來體驗的話 來這邊玩的話 這個煩煩的 跟它講解 底下說菜鴨就是聖誕鴨 過來就是北京鴨 這邊做北京烤鴨 還有那個紅麵鴨 做那個薑母鴨 聖誕鴨是體型會比較小嗎 對 它沒那麼大 它不會像我們一般肉鴨很大隻 蛋生出來就做鹹蛋 那個底下那個是 我們那個聖誕鴨吃的那個裸類 田裡有金寶螺的時候 我們去剪那個金寶螺 吹給它吃 還有一些青菜 有A菜我就摘A菜 有高綠菜的那個葉子 我們自己種的啊 所以蛋吃起來跟人家的都不一樣 冬天鴨子冷 生的比較少 我們那個鴨媽媽 她都兩三天就拿來 我就醃一桶 後來她廚藝自己去開墾 自己養的鴨 手生的蛋自己在醃 她就把那個醃製的方法教給我 因為我是家政班的班長 我就把它轉移到我們家政班的班員那邊 變成我們家政班的一個產業 開水煮煮的滾了以後把鹽巴放下去 放涼了以後我們再把蛋放下去就加米酒這樣子 加米酒就是能夠去腥味 讓我們的蛋會比較好吃 醃好了時間到我們再整個拿出來 再去用水煮煮給它熟這樣 再來賣 現場買的話直接就可以吃了 我們現在擺的地方是我們阿美族一位齊勞 他就有編織的手藝 我們就把它以前的住家 引造成工作室 可憑你幾歲 八十啊 這些都是你編的喔 對 這個用別人就是用那個 就是這個 和這個也是一樣的 編這個 各家人的 各家人在用的 嗯 那你怎麼會做這個籃子 以前那個哥哥 差不多十五歲的時候 有看過他們的編織 編那個是籃子啊 對啦 我看 一直看 其實慢慢寫 退休回來十多年啊 就回來才開始做 嗯 這個是我們以前是沒有玩嘛 裝米 弄米飯抓 原住民以前是這樣的 裝在這個上面 對 以前沒有做這麼漂亮吧 有 有 這個是有一百多年 喔 一百多年了 是這個 一百多年的 我的手工做的 我也今天就是看得到這麼做 我也是一樣 我這樣做 現在的時代也是 都什麼都有啊 以前都沒有嘛 那個便當喔 那個飯啊 是地瓜啊 就是這樣那個 一朵啊 去山上就工作 到學校也是這個 到學校帶便當也是 也是這個 人多就是裝那個 五個人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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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是不是都可以用很久啊 這個一百年 你不要曬太陽 回來就是在裡面放 比較永久 換這個也是一樣 一百多年那個 沒有冬到下雨 冬到那個曬太陽啊 比較永久 我們大概有百分之六十的原住民 是阿梅族 那我們這邊的地名呢 叫吉拉米帶 中間那兩個字 南密 南密是樹根的意思 吉拉米帶的整體講起來 就是說 在那個樹根的地方 這是台十一線東副公路 是連接台九線跟十一線 這一條路呢 是日據時代開闢的路 當時沒有路 住民是塑溪 或者是爬山 爬那麼高的山 到裡頭去耕種 那個時候開闢沒有那麼寬 但是現在的路的一半 後來呢 國民政府呢 再把它拓寬 這邊的拱橋是日本人做的 聽說那個時候沒有鋼筋 是用竹子去代替鋼筋 但是呢很堅固喔 那一邊呢 不是拱橋 它是一般的橋梁 所以說這一條 這條橋有它的緣故 中日合作 哈哈 這個地方喔 我們的水鎮啊 它是沿山壁這樣子開鑿 然後到去灌溉下面的田 當初的仙人啊 他們在開闢的時候 那時候廟機界啊 都是用人力 你看那個山壁 那麼陡峭 他們就是用那個狼頭 這樣子去捶 捶出來的 所以仙人有他的 仙人的智慧 有他的價值 剛剛是吉拉米帶 這裡是吉哈拉米 它是用河川的魚類命名的 那個魚叫台東間爬眼丘 當初這邊的住民喔 為了生活嘛 他一定要去種植 他就順著這個山坡 去開找他的田地 就是那麼陡 所以說呢 開出來就是提田 為什麼現在還要補秧 因為被那個青寶楼吃光啊 那些像有水的地方都被吃光 這個大概是什麼時候擦秧的 上個禮拜吧 喔 一個禮拜就被吃光喔 對啊 我們快 放水 快半個小時就沒有了 怎麼那麼會吃 我怎麼知道 因為我們這個都是友善農法 沒有下那個骨茶坡 你看看那一搓一搓一搓 那都是 補收樓吃的 可是骨茶坡 它天然的東西它不會傷害人 可是它傷害這個昆蟲啊 它殺傷你很厲害喔 這個水田裡面的那個水質它也會死耶 不要你看 你看那個水你看 像那個太陽劑有沒有這樣的 多好啊 以前以前都是用這樣的 哇那個很累 誰發明那個工具啊 不用彎腰 水管啊 就把它笑尖尖的這樣就可以 對對對 好用嗎 要會用啊 不會用就沒辦法 友善農法好重嗎 哇這個不好過啊 為了這個不錯 要剪就累死了 沒有水會長草 對啊 就金鮑螺 金鮑螺 對 農人真的辛苦 人家一般人 慣醒的大概都有十包左右 這個呢 大概三包吧 產量差那麼多 對啊 對啊 這個地方吉哈拉愛 民國101年啊 登陸為文化景觀的一個區域 這一邊農田的灌溉水系呢 那個水源我們還要走一公里 那這個水鎮的開闢啊 也是一個先人珍貴的資源 但最重要是現在喔 這些梯田水鎮都還在使用當中 所以說呢 我們把它登陸為文化景觀 這是文化局補助的 勞務在照 歡迎光臨 這個阿公以前也是一個獵人 所以說你看他的門 像什麼 有一點像福利 有一點像什麼 山羌 有一點像什麼 山羊 欸 他曾經有打過一個黑熊 台灣黑熊 等一下我們要到那個水源頭的時候 就是那個黑熊是在那邊吃 不能帶回來他的家裡 因為我們有這個 什麼叫米芯啊 只要打到黑熊不能帶回來到家裡 你在家裡吃的話 你家裡一定會出事情 你看 這麼開門 裡面就是這樣 像這個 這個木頭就是舊的啊 就是以前我們這邊的 原住民在蓋房子 都是用那個 有一種植物 那叫做灰貝粒 等一下我們走水 就有時候就看到 好大顆 它就是很硬的東西 試的時候就可以燒 只有灰貝粒才可以做這個涼啊 這個都是啊 前面水田 欸 早上夏天的話 就聽到青蛙那個蛇蛙的聲音在叫 好熱鬧喔 真的喔 這個地方是還滿不錯 好 芝麻已經關門了 那我們就上去了 走 好 產中山羊 死掉了 好涼喔 這個水在加萊這個地方有個菌 這最上面的 放了一個一號菌 下面有一個二號菌 一直到十分菌 剛才你們有看過嗎 這個水他們都是拿來喝的 以前都是漢道嘛 我們漢民族 然後漢人進來的時候 漢人叫原住民怎麼去做水道 所以有水了 就可以去開墾這個水田 這邊啊 青蛙的蝌蚪嗎 不是 那個是蠢族的蝌蚪 青蛙的蝌蚪是土色的 蚌蚪還有那個扶皮蛙 只要沒有堵的東西都是土色的 只有這個蠢族的蝌蚪都是黑色的 好了 那我們就進去裡面了 我今年是顧這個水田的菌長 是不是水田很順暢的下去了 雖然說我們兩天就選一次 因為我們現在在公開的 在用這個公開的水田在一號菌 就兩個 兩家 去年是剛才我們看到那個 不一樣的那個人 他是去年 今年是我 我們輪流是這樣而已 我們沒有說那個水利擠的 沒有 我們自己來分擔一點工作這樣 這個水田一號菌 一年四季都有水 可是它的溫度就是17到16 夏天也是一樣 冬天也是一樣 你越冷它越冒煙 為什麼 因為它震氣很發出來 我現在要做一樣的工作在這邊 我現在把這個水弄掉 為什麼要變長那邊 現在我們裡面水田不能放太多 因為腐瘦了會吃那個羊苗 所以說我們這個水要灌起來 等到它差不多了 我們再放水進去 是這樣的 這一條水浸以前 我們老人家的漢地都是這裡面 這一條是唯一的一條路 就走在水浸旁邊 對… 在調整那個小米 薏米 生薑 都是從這邊經過的 這個繩子是讓人家… 對…要補的 我們的油開 這很危險的話 我們就會綁一下繩子 讓你補這樣 因為我們在…這個水晶都吃鹹 下去很像 這個還… 這個還沒有關係 等一下一看下去更厲害 這個就要問我了 這是要幹嘛的 鋼絲對不對 這個當然是放線型嘛 要抓什麼的 抓山豬啊 山豬會跑來這裡 會啊… 怎麼會… 這個這麼陶耶 山豬就是喜歡陶的 平路它是拿來就挖 吃東西 所以… 他是來這邊 從這邊經過的 要下去去吃稻子 從上面 所以他這個… 這個放線型的主人 就是剛才那個插陽的 因為他怕的稻子 還是現在… 現在就開始來了 他在那邊打滾了 對… 所以說他就放線型 凱天在山豬下來的時候 就被抓到啊 我們…他就會加菜啊 這個是… 剛好我在清這個水鎮的時候 上來是下大雨嘛 可能是從山山流下來了 就到水鎮啊 就捐起來 我就放在這邊啊 以後有客人來的時候 我就講跟他們猜說 這個是什麼 對…你看是山羊 這個是還年輕啊 要不然他的腳怎麼那麼短 應該… 對老子才很長 可能是有病 死掉 吃的話他不會這樣啊 他整個… 火腦都會被吃掉啊 因為他火腦沒有剝開啊 是這樣 所以我就放在這邊 以後有客人來說 哎呀… 這個是什麼東西 那就是產中山羊 哇… 點不飄或是錄下來了 太大了 太離譜了這個 這個清清裡面就不對了 為什麼這個會有管子 因為當初那時候是颱風 我們來不及去用這個水 來不及也去整理這個水鎮 因為我們只有兩家在用啊 兩個人在用啊 讓大家搶通 要不然你的水道乾掉沒有辦法 所以說我們就要用先暫時量 故事裡面沒有這種水鎮 那麼乾淨啊 我們有時候再追走 看到過那個葉桶 要就折一下 然後再撈一下來喝 以前沒有帶到都是用這樣的 我們不會帶關切水 關切水是假的 我們這才是真的啊 這也像做巴掌一樣啊 這樣洗一洗 有了就要喝水了 好甜喔 你要不要試試看 小心一點喔 要往底下把這個折下來這樣 往底下折 這樣 對 就拉下去 然後要拉下去 拉下去 出力 出力 對 有沒有做過巴掌 這樣 再下中間一點 有沒有 我們有梗的先折 你的梗在這邊嗎 有梗在右邊 沒有關係 你就折反過來 然後你這個往右了 這個就往這個 對 我的是往左的 欸 可以咬了 你喝看看 先洗一下 好 開始 我要喝 這樣就可以了 好涼喔 對啊 16-17度啊 你看感覺它那個水啊 甘甜 對啊 這個泡草多好啊 好的 那我們就進去 小心喔 小心一百公尺喔 很矮 會走到水源頭 水源頭 中長多少 一公里多 這就要介紹了這個 就剛才我們那個公寮那邊 木頭 就是這種的 灰杯粒 它為什麼 因為它背面是灰色的 這種果實喔 最喜歡吃的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欸 猴子 松鼠 飛鼠 還有人呢 人 錯 人不可能吃它的果實 亂講 這是還有黑熊 黑熊 黑熊很喜歡吃它的果實 所以被你長在哪裡你知道嗎 都是血癌 那一顆也是 很厲害喔 它的根是往底下 一直往裡面 所以說我們真是很感謝它 因為保護我們的水準 這邊有沒有 這山羊 你怎麼知道山羊 那個山羊的小韻是 漸漸的插下去 山羊的是 黏在那邊而已 所以它看起來 它不會那麼深 就是山羊的 山豬的話 它就滑下來 因為山豬很重 就滑下來 它的腳印就會滑很長 是這樣的 你看這個姑婆 下雨的時候拿起來 可以折了 真的很大 好大 還有雨傘 你知道為什麼 它長那麼大 因為它太高了 山豬不吃了 吃不到了 山豬會吃它的哪裡 葉子 像這個是它吃的嗎 對對對 它為什麼要吃你知道嗎 好的 這個最愛一個結文來了 山豬這是雜食的嘛 它是要吃這個 因為它裡面 肚子裡面有肥蟲 它就是要吃這個 它那個肚心在它的肚子裡面 發作一下 肥蟲就沒有了 百蟹出去了 我告訴你 有顧博藝的地方 山豬很喜歡 所以說他們獵人都已經 外面放天井在那邊 你看 那表示是怎樣呢 水源好快到了 就對了 太好了 太美麗了 這個為什麼會擺這樣 這個有個大問題 這是我們祖先交給我們的 這個四種事 哪來墊在這邊擋 下大雨的時候颱風 你所有的東西 只要衝過來的是不是 你擋下去 往這邊出去 沙子來 木頭 都往這邊出去 它不會往那邊 因為往那邊的話 我們工作不是很累 塞住 塞住 這是我們的閘門 所以這樣 人家的智慧太厲害了 知道了 這個彩石真正的 來… 哇 石頭啊 用給它 好 他們的水源頭到了 就在這邊 跟這個河床有沒有 要平起 這樣引水就可以進來了 他們就是這樣做的 不是從底下開始挖 不是喔 從水源頭開始一直挖挖下去 還知道它那個水是 瓶泉是在哪裡 因為這個水泉 並不是像別的水泉一樣 那麼簡單 像瓶瓶一樣 太豐富了 我們這邊有個要進來的時候 一定是經過我們這個瓶泉 就像李師長走回帶 在水泉鎮長的帶領之下 我們走進的這一座 有百年歷史的水稻 沿途生的多樣性 的確是讓人驚豔 我們也看到這些美麗的梯田 還有水泉 雖然歷史悠久 但是呢 去與現在生產生活 與生態合一的禮山精神 是不磨而合的 老祖先所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 帶給我們的看得到的是 與大自然共生的智慧 那麼開講 我們再說 對 沈思愛 你都給我真誠地說 都毀了你的人生 但你有想過嗎 分手之後我的人生也不好過 你在哪裡 我現在就要見你 一定要見你 為什麼 因為我做得這麼多 為什麼你都不告訴我 讓我擁有你的心 你跟我走 我試著你付出我的愛 從今以後就不會再更改 讓我擁有你全 你愛你我